那么这一场告别是聚集了众多政商名人到场参加 那么其中民众党主席柯文哲与立委黄国昌等人也出席 而对于媒体询问周刊报道 检方查出了他有千万金流 柯文哲则是低调的说 如果有千万金流就好命了 而至于是否睡得好 对检察署抗告有没有信心 柯文哲则是回应睡得相当好 并且也强调了自己是外科医师 抗压性非常高 检掉在您的账户中 从查出千万的这个金流啊 会要解释一下吗 一早现身华联机场 身陷金华城闭案的民主党主席贺文哲 还不忘开开玩笑 不过面对关键问题却避而不搭 北检提出抗告高院何一婷召开前 柯文哲和蓝银大咖们一起到花莲出席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招傅昆琪母亲的告别式 柯文哲一抵达现场朱立伦就释出善意 拉着他要和他坐在一起 随后韩国瑜到场后 也主动来和柯文哲两度握手 柯涵两人笑得开心 柯文哲踏出北检后 首度离开台北 就展现和蓝银大咖们的好消气 甚至连坐在一旁的总统府副秘书长何志伟 柯文哲都能和他大聊特聊 又是拍拍背 又是把手直接搭在椅背上 两人几乎都快贴在一起 柯文哲难得逃离台北的官司纷扰 心情看起来很不错 我认识了傅婚旗委员 侍奉母亲非常的孝顺 不仅他个人如此 他的太太也就是我们的徐县长也是一样 支持中不忘大力称赞傅婚旗 关键时刻柯文哲和蓝银站在一起 不过接下来一上午的行程结束后 柯文哲还是得回到台北 面对司法生死门 就看他能否走过这一关 记得持续陈明华台北走道